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辦高森 彈球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今天我來向廉署檢舉花生台 少汉太平山的三個主持人 包括鄭宇石 她同時是民主動力成員 這個是索羅B 還有是摩耀林 大家知道今次我來報名做 補選的候選人時都講過 就是一個選舉最重要 是本身那個選舉過程裡面 能夠給到選民有一個自由意志 去選選舉代表做議員 甚至是做一些國家元首 而這個過程裡面 在這麼多個民主制度裡面 我認為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環 因為這個是幾百萬人 甚至這個國家幾千多億人的參與 這個過程都不容 不容是有抹黑造假某局 還有這些資料一定要真實 你才能夠容量到那個選民 是在她的自由意志之下 按她自己心儀的人選去投她的一票 我仍然都是說如果劉小禮入到閘 我是不出 記住我是兩個不同的價值去判斷我的參選 第一個就是劉小禮入到閘 是對政府DQ一個民選議員的反抗 當年我是反對政府用這個方法去到這麼盡 就是我罪不自死 就是不應該撕走一個議員的議席 這是民主選舉出例的人 但是如果到你問我她選了 那我知不支持她呢 於是我就判斷這個人 某些人都支持了 所以是兩個不同的價值 但如果能夠出選呢 我仍然都是現在用第一個價值 就是我是對政府DQ民選議員的一個抗議來的 首先呢我就很不明白 其實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很不明白 可能我個人呢 都是只有八口了 我其實永遠都是聽別人說完的 我都是先相信別人的 我由Day1很多年前 OK 王陽達說他不會參選 我就已經覺得他怎麼會再選呢 那林康先生就說 那當然不是 當然會選 我說那你怎麼會啊 哪有可能啊 說得那麼準 結果他真的會再選 是啊 OK 那阿基哥去到現在這樣說 大家很清楚 我不重複他的說法了 我都認為 那我們就看看他怎樣 如果到時不退 其實他不退 其實他不退就沒有所謂 在道德上面 因為老實講參選 但是我們就會覺得他屌你 哇你說話那麼多 屌你老母 都是道德 那我就一樣批判他 或者最少好像上次那些什麼 那些超級區議員 那些參選人 那些候選人說 最後不用投票 集中票員投給誰 最少這樣說 OK 那但是 當然他講得那麼清楚也好 是不斷有很多抹黑 批評 野餘 恥笑 最主要是來自哪幾個呢 很簡單 大家可以數到那些系統 蘋果日報D100 花生台852 數來數去 成為泛民大台 總之是支持劉小禮 OK 支持劉小禮 粉絲為何會這樣批評呢 老實講 粉絲很簡單 就是所謂泛狗 因為泛民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聽什麼 我也很奇怪 上一次Pan B的盆檢基 有八成的泛民支持者 都是為他抱不平 去到現在 大家就全部有 所以 很奇怪 說回那次 如果你有聽D100 或者一般追開的 Apps Facebook的社交媒體 其實那次 現在口中的泛狗 都是說 那你泛民不要 再說貪民主 好了 是不是這樣 甚至乎現在很多人 都未原諒朱凱迪 我所知 說他這樣就搞搞陣 泛民受不了這樣的傷害 好了 到了今次 其實那次就是中下的恩 令到今次基哥出來 這個是果 好了 今次阿基 馮劍基出來 這幫傭人自己 麻木不得止 為什麼呢 他們最喜歡歸隊 經常用張寶華 兩害取其輕 你始終要欠一個 誰害 其實是誰是輕 誰是重 你都未能懂得分 亦都未能知道 那些不說 現在最重要的是 說 昨天阿馮劍基去檢舉 就是檢舉這個花生台 各位 我要在這裡對著燈火 去發誓 我作為一個網台人 網台王 我竟然是從來一分鐘節目 應該是說一秒鐘節目 花生台 除了你播放那些短的 我未聽過 一秒鐘的熱血頻道 未吵語未吵之前 我未聽過 其實我集中聽的節目 來來去去都是很少的 很窄的 已經足夠我 你怎麼想到我 成了硬碟 我甚至乎 不覺得有人會聽的 但是 有一段時間 我都會上火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講我的話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而我是從來在想 我有沒有得罪人 基本上我就不怕得罪人 亂來的可能得罪人 後來人家說 你沒有得罪人 不過你和黃毓民是朋友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討厭黃毓民呢 這班人大部分 都是黃毓民 他們都承認 一代宗司 鼓動出來的人 甚至乎有些跟他走運 最主要的 所有原因 亦都是我認為 香港做有錢人 真的沒得罪人 香港做有錢人 為什麼沒得罪人 第一 可以玩他 只是這件事 我認為 在全世界做有錢人 都是很好 說真的 你想想 如果女兒窮困一點 以前我聽過 阿叔 阿伯 年紀大 過我好多 你想想去越南難民營 放在比之萬寶路 一架萬寶路 你想想 你現在拿到小的 你放在六大 現在可能去外奈 都差不多了 今天晚上我們會講這些話題 甚至乎拿到蘋果出來 可以收一支 拿到牛仔褲 你倆 我陪你過夜 這真是荷蘭牛仔褲 好 好 但是香港 你只要拿到很少錢出來 你就可以控制整個民主運動 剛才我所說的 所有 所有 一切 都是直接 聽名於肥佬禮 至於為什麼你會聽名於肥佬禮 大家心中有數 不用我再說那句 有些未必有收著數 譬如你這樣說 譬如城大我不知道有沒有 譬如沒有 但是因為大家都明白 遊戲玩法就是 你只能夠親民主大台 否則你就會被打為 收共產黨的錢 屌你老母 你就不可以 繼續帶上你的光環 在社會上行走 而這班是賤人之中的賤人 最肯賤格的 我一會兒再說 鄭玉石 Rid父才說馮檢基 他計舉三條模樣 最放養得賤格的就是鄭玉石 我uder house也是一度說的 這道理 今天他說得必要特別 拿多少錢能講 雖然你也可能完成議員 不要緊 你作為一國叫做退休的人 你貼不貼 貼上花生臺也失禮自己 上去生安白做 和柯耀林民主黨走出來的 一個索羅賓 我也是不認識他的 有沒有想他們做節目 索羅賓還沒有 他們這些人說出來 你以為他們貼不貼真是假的 他們是知道假的 還有柯耀林最近被民主黨 迫害他的組織在將軍澳那邊 民主黨想插旗 和他那些人鬥選 於是柯耀林就憤疑 退出民主黨 他沒有理由不知道民主帶台的骯髒手段 是的 但問題明明 他可能 雖然說憤疑退出 他某程度 又想 叫自己來賺錢 均不見掉 那些小政均都是這樣 那些小政均都是這樣 為甚麼 所以我就說 肥佬拿很小錢出來的 以他的身家 老實說 如果我疑你 有十億百億的身家 你以為我一年會拿幾千萬出來嗎 我一年會拿幾百萬出來的 你像花生台那樣 由人民力量時代開始不斷地抹黑 雖然有很多現在在花生台開麥克服的人 以前是人民力量的人 其實我最不明白這些人 這些人好像快畢經常說的 那些人好像是屌你老母 最無人的屌你 就是這些人 當日屌你老母 你的人民力量 你身為人民力量的人 被人抹黑的時候 屌你老母 過了二份填膺 突然你回到花生台做節目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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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聽花生台的人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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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年賺多少錢 屌你老母 真的不夠我的錢給我和你交 coupleず 你一輩子 一輩子我就不敢這樣說 老實說 你說他會把錢拿出來 搞回新台嗎 這就是人渣之中的人渣 如果大家聽過我講 浩文很少講 聽過姜哥講 甚至老蕭子都阻證了 但是大家依然要討厭王毓民 因為討厭了就算你講真話 我都不要想辦法繼續討厭 你可以的 我從來沒有說你和王毓民是偉人 當他們是朋友的 但是說話有多少資料就說多少 那你一輩子就天公地道 你們這樣去抹黑人 去抹黑什麼 這次抹黑 馮檢基說他不懂得大體 那些我沒有理會說 那是客觀事實 第一 說他懂得談結合 最厲害的 你不要小看這些異語 這些異語 那些異語 那些異語 這幾乎都是靠這些異語 我怎樣才能認識呢 可能很多人都認識他 還說 他不懂了 他不懂了 前特首 特別顧問葉國華 拍拖 兩個人 每個星期在葉國華 家裡宵夜 但葉國華也沒有不認 葉國華不懂了 你可不懂是共產黨 即是跟共產黨做事的人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共產黨的 是不是有多少話 我們都不敢說共產黨黨員 當然葉國華是很過癮的 葉國華是到處省錢的 因為做統戰嘛 所以見過很多所謂現在掛著民主旗號的人 甚至乎有些真的爭取民主的人 不多不少也有收過他的客戶錢 也不奇怪的 等如當日Jim Bear 給錢給你那些社民 你想想想去補丟吧 我們有沒有屌出你的牛 所以來好多賓州 補丟還是不補丟 無論上去五星期都沒想到 說著說著說著 你們這些混蛋真是 好了 如果說收業國華錢 要問一下是不是壞人壞人 就問一下沈旭暉 沈旭暉就屌你了 那是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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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想著打他工 可以這樣說 那是想著 又說他收了他的錢 又說他還有兩個拍拖吃宵夜 拍拖這下真的來過 那今天呢 馮檢基昨天就逐點說了 他說很簡單 他說我從來沒見過譚鐵牛 說得很清楚了 不要說認識 我真的都沒見過他 散運之後 我亦都沒再出席任何中聯辦舉辦的春銘 宴會 他說 鑑鐵牛我是不認識的 即是他們說得就說 第二 他就說 我是認識阿葉國華 還認識過很久 但是你說我 屌你了 竟然跟他是拍拖 他說我追求那個老婆18年 外界也知道他性取向 我覺得他性取向是正常的 因為老實說 如果你說 要我想像一下阿基哥 雖然叫阿基 但是如果你說阿基哥去搞基 那真是 屌你了 就很難想像 當然你說搞基 是不是一定要張國榮這麼英俊 陳冠希這樣 不一定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有那個 即是你看過那些格 好果美未必 好果美會骨子一點 是的 例如關錦鵬那些 會骨子一點 Anyway 如果阿基哥就真的搞基嗎 OK 他說為何要這樣指控他 因為這個是影響 志在影響 因為阿基哥是基督徒 是基督徒對他支持 你知基督徒那些東西 最重要是聽到這些東西 搞基 其實老實說 基督徒是多夠餘的 他的名字叫基督 又基又督 是呀 剛才你這樣屌你 有什麼問題 你都在那裡辦事 好 第三就是收錢 他說 我從來沒有收過葉國華錢 收錢都是捐給民協 而且不是月捐 是按工作項目制 不隨意的捐 也所有有收條 有audit OK 所以他說今次 他說不能夠因為言論自由為理由 讓他這樣滋意抹黑 影響選舉 所以他去連計 我不是因為好能增花生態 我認為這個潑污水 實在太多了 台灣如是 香港如是 知道他是這麼壞 一早他參加初選 第一次初選 還有他玩手 他幾皮 真可憐 鄭耀石 如果他是這麼壞 一向收葉國華錢 有跟葉國華 他這樣滋意抹黑 他搞機 搞機實在都不是罪 為何當日你可以收他百萬元 然後接受他可以代表民主派 在初選有份玩 但不過最後DQ他 即是是你們想追究他那百多 你真是 這樣滋意抹黑 你真是 不過這樣滋意抹黑 這班人真是屌你 真是撈東西出來 所以基哥我支持你 就屌你了 香港真是有錢人才跟我發財 但我一定是屌你了 老實說 如果我發財 但那時候我想 有幾十億身家 屌你了 我扔一億幾千萬出來做總資基金 屌你了 屌你了 那些是乞丐 你不要說我話 隨便 過月拿兩皮東西 上班這樣回 去示威搞這個搞那個 又有什麼事情 阿公那裡去搞擔保 給律師 她三孫跟陋賀佛教oon 屌你了 把他搞搞啊 場地製造寄資金 屌你了 通常全部連一些做交易 簡直是社民的 還不去做 buy 找多幾個 陳景暉 那些似乎斯文一點 那些什麼營保林 屌你了 我扔普金喔 我只是擺五億出來做基金 不停滾 那五億我不必會動 我年年有錢賺 很便宜 整個新台一年 就給一百多萬 就會成功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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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財 上次梁柔11月的立法会宣誓案被判非法集结 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我们不说 另外当时梁柔和三名助理被告 结果柔和两名助理当时都受罪了 梁仲恒和另一个助理是张子龙获保释上诉 但是现在张子龙放弃了 据问的原因是因为拿不到法援 我就在这个案子中说 首先这案子几方面我们不需要说 立法会议员在理出席立法会 竟然被告非法集结 是不是好想多想如 是不是瘋狂的 如果用我把词来说一个抗争者 应该要坚决跟他死亡 好像是欧敏和长毛在这方面也死亡 好了 但是因为你计算数 每个人有成本不同 于是刘慧正和那两个助理 算了我进去坐几个礼拜 然后立刻有很多反本土派的人说 喂你这样不上诉 下次抗争就被法庭的藉口了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其实我认为如果本土派团结一些 或者我们有个信任一些 其实是应该我们太散了 是应该要筹笔钱给非法民的 不要说是本土话是什么独派 非法民的反共派 应该有这样的分明也好 如果不然你叫你泛民当然是恶大声 你又有公民党又行 又有这么多钱 他是拿不到法援的 那你拿不到法援 你说他死过捏过的话 说真的 你一个年轻 你怎样可以责怪他这么多呢 当然我认为如果他无畏无据 甚至不识破产 怎样都要上诉 那我们是会拍两下手掌 但是将心比心 我们有时会对人宽容一些 就是对泛民的狗产和共匪之外 就是说每一个人 包括自己都不会適合 都有每个人的处境 在这些环境下 你很难会怪他 说真的 这些人经常说先例 这件事他多纠缘 现在没有的 如果是热狗说的 我说你问一下黄仁达 当日的严格这个常数 如果你是那些对本土派说 那我会跟你说 什么政府需要打压你 需要这些先例吗 政府打橫来 有没有先例都一够样 其实现在你这个说得好了 其实现在 包括毓敏也好 他们在那个mindset里面 还被撕掉了那样东西 还以为现在的香港是以前的香港 可以顶一顶 以为是有法治的 其实就算他这个不立了先例 他在任何时 喜欢怎样都可以 其实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好 休息 谢谢 谢谢 所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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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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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時今日在香港 不懂幾句廣東話 是會餓死的 可以怎樣做 I teach you 廣東話 in a yum cha way 買一套廣東大飲茶 跟我學幾句廣東話 那就包不會餓死了 你會不會做 你會不會做